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介绍我米菜共生系统里面种的白茧菜 长得很漂亮 各位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边 各位可以看 这个是我自己育苗 然后大一些的时候再把它移到这边来 移到这个定植杯里面种 最近发现它长得很大 成长蛮迅速的 各位看有一些长得还特别快 同一批的 这些都是同一批的 可是有的就很奇怪 就长得特别大 这个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有三根种植管 那我想说苗够 所以这整片我都是种一样的蔬菜 那这个蔬菜 其实有些应该也是可以采收的 可是我想说再等个 大概一两天吧 来做个采收 夏天我觉得种这个菜 好像生长情况也还好 有喜欢吃白茧菜的人也可以种种看 再来我们可以顺便看这个 种的这个地瓜叶 也是应该也是有长 我们看一下 像这有的 根还是蛮多的 有一些 所以长得还不错 这个是掉下来 等下把它拉上来就好了 这我给你看一下 这就是符伐式的 这边这个就是紫色地瓜叶 我想说也是加减重一些 就是说也长的情况也应该是还好 也是根 有的是掉下来 就是根也长得还不错 这里面的根还长得更粗 再把它移上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再来这个就是空心菜 空心菜最近也算长得还蛮快的 各位可以看 已经长这么高了 比那边还快 比我们那个保利龙香的还要快 看来鱼的大便还是比较有魔力 比较肥沃 那这样就有好几种那个蔬菜了嘛 再来这是A菜 其实这A菜已经种蛮久了 也是要差不多要把它采收了 种多其他菜了啦 那旁边这个就是 也没特别去理它 就是那个青江菜的苗 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挪一些在这边 那这个等它稍微大一点再来做个整理 那有些已经没有苗的 就再来补过去 可是因为太小 目前我不考虑跟它移动 移动的话有可能就夭折掉了 所以这些就暂时就这样保留着 那其他像这个A菜 我就找个时间把它采收一下 那各位看 如果自己有时间有空来种一些菜 是不是非常的不错 好啦 这个今天就为大家介绍 我家鱼菜工程系统里面的一些菜的生长 其实希望大家会喜欢 各位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要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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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